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参与了 今天小姨老师的向日葵存爱计划 我相信每位家人听完了我们小姨老师的生命故事之后 都会被她向荣的精神给深深的影响 虽然我们现在的心中百般的不舍 因为我们的小姨老师已经不在我们身边了 但是我们可以把小姨老师这样子的向日葵的精神 把它持续的存立下去 因为我相信在这世界上面的角落 还有很多人非常需要小姨老师的生命故事 来给予他们力量 并且给予他们希望 并且鼓舞着他们 小姨老师在生前的时候 非常喜欢来去传爱 非常喜欢让爱来去做流动 所以在这边我也想邀请我们A非所有的家人 跟着我们一起 在这次向日葵的传爱计划之中 我们来把这份爱把它传递出去 不管你是为了小姨老师 还是你是为了你自己 甚至你是为了这个世界 我们都可以尽上我们一份小小的心力 来让我们这个世界可以变得更加美好 希望我们在向日葵的传爱计划之中 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去把爱传递下去喔 很多人会问我说 医生老师 我不知道我的时间到底够不够 我不知道我到底可不可以把这份爱把它传递下去 我想来告诉给大家的是 你知道为什么小姨老师喜欢大家叫她小姨老师吗 后来我找到了小姨老师 她的名字之中最重要的意义所在 来各位 我们的小姨老师的小 小是什么 小是所有大的累积 所有的小累积下来之后 它就会变成大 所以我们要说的地方是 每天只要一个小小的动作 只要一个小小的言语 只要一个小小的行动 累积下去之后 它会对于我们这世界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改变 只要我们愿意去做 我们可以发挥出滴水穿石的力量 那一呢 一是所有一切行动的开端 各位当我们跨出了第一步 当我们持续下去之后 我们就会有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 所以小姨老师要来告诉大家的地方是 如何运用我们几少程度的力量 一个一个的慢慢的累积 有第一步 有第二步 有第三步 有第四步 我们会把所有的行动 一切都开始来去产生开端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向日葵传递计划之中 我们也会运用团队的模式 来让大家用最小的力量 来去贡献出自己的一个善的心意 来去贡献出自己的一个爱的一种感动 来去把它传递下去 来让这世界可以变得更加美好 所以接下来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行动 一起成为我们的向日葵的疗愈大使哦 感谢观看